李婉玉再選 你們有本事衝著我來 不要傷害我身邊所有的人 痛罵對手 台北市第一選區立委候選人 李婉玉指控綠營 首身司法大啦啦插水錶 強烈的質疑 新潮流正在展開 全新的一個新白色恐怖 我已經多次的質疑 吳思瑤 你可以直接對著我 你不應該來對付 這一些二十出頭歲的 我爸媽說 就是警察就進去 然後給他這張單子 然後說 然後就跟他說 我要被檢察官 以這兩個罪名起訴 李婉玉辦公室的公讀宣 遭警方調查發黑函 讓他跟家人心生恐懼 幾天都睡不著覺了 然後我會一直很害怕 就是事後是不是 還有什麼事情 為什麼我只是一個來打工 想要看看市面的人 重點是我根本就 什麼都不知道 拿出遭調查的黑函 李婉玉強調 他事先並不知情 但對手吳思瑤 是這麼說的 二人先告狀 我對於他用多少水 沒有興趣 我不會叫人去查他的水表 仔細筆對李婉玉拿出的文宣 上頭有清楚數名 而吳思瑤拿來報案用的 信箱收到的文宣 卻根本沒數名 反過來質疑 李婉玉說辭有問題 他今天的記者會 又最加一等 因為又有了 另外一個新的罪行 就是造假 遭控查水表的北投分局強調 警方查查不實文宣 是因為有民眾反應 信箱被投了不具名文宣 而吳思瑤委託代理人報案 並提出相關告訴 選戰期間秉持行政中立 一切依法辦理 對李婉玉的質疑感到遺憾 吳思瑤提告黑函李婉玉怒嗆 動用司法資源查水表 選戰關鍵倒數 候選人繃緊神經印證 就怕任何風吹草動影響選情 記者機關紅何慧榮Terry報導